哈喽呀大家好 我是初儿 拖蛋有我不再困难 现在越来越多的兄弟 他不敢追女生啊 害怕自己真诚的付出 被女生当成舔狗 很多大兄弟都觉得 要是不对女生好 女生可能理都不带理你的 这个想法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追女生 才能掌握好这个度 避免成为舔狗 其实很简单 我给大兄弟们总结了四个点 这条视频 兄弟们记得点赞收藏 反复观看 看懂 至少帮你少走十年万路 第一个 忘记努力就会成功 付出就会有回报这句话 很多人都搞错了 他们觉得 只有让女生看到自己的付出 才会被感动 但是他们忘了 爱情是相互吸引的 不是付出了 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所以大兄弟们要做的 就是忍住想要付出 想要对她好的想法 我不是说你不要对她好 而是根据女生的反馈 决定你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该不该付出 比如说我们日常约会见面 说好的下午五点见 你等到六点了 女生才过来 女生会问 你是不是等很久了 辛苦了 那很多笨蛋男生很客气 没有没有 胃材刚到 听起来 这个男生简直好的不行 为了不让这个女生愧疚 还撒了一个小小的善意的谎言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这里你多等了一个小时 就是你的付出 你的付出就应该让女生看到 你就告诉她 是的 确实等了一个小时 正当这个女生觉得 你好像快要生气了 你再说一句 不过等你的时间 好像过得挺快 没有等很久的感觉 很绅士 很大度 接下来呢就看女生的反馈了 如果这个女生说 那也挺不好意思的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这种有歉意肯为你付出的女生 就是值得兄弟们 继续付出精力和感情的女生 因为她们是会心疼你的 她们甚至都不会愿意让你吃亏的 那如果女生说 啊不好意思 这次真的有事儿 兄弟们可以说 没关系 我理解的 下次见面她确实没有迟到 那这个女生你也可以继续对她好 如果下次啊 她还是继续吃到 那你这种情况 你就不要再管她说什么 及时止损 你们的关系已经不平等 你该做的不是继续表示理解 而是找机会撤离 比如说临时有事儿 这种稍微冷一点 但并不直接撕破脸皮的方式 小做成绩 她才会知道 你也是一个有情绪 有脾气的真实的人 而不是自己随叫随到 对你做了什么 你都不会生气的舔狗 就这样呢 你才可能追到她 因为你们的关系才是平等的 第二个 不要越界 越界就是跪舔 什么叫做不要越界呢 就是只做你们现在关系应该做的事儿 超出关系的事儿啊 一件你都不要做 有的兄弟就很疑惑了 那什么才是现在关系能做的呢 我拿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举例 女生生病了 很多兄弟第一反应就是像男朋友一样关心女生 跟女生说啊 你多喝点热水 吃点药 甚至主动的把药去送到女生家里 很多人就会说了 那这不挺好的吗 确实挺好的 但是越界了 你要知道 对面的那个女生和你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这个阶段啊 你要做的不是无微不至地呵护体贴和关心 而是见利吸引 否则大兄弟看到这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她生病了我该怎么办呀 我什么都不做吗 当然不是 你要做的事儿啊 是让她脱离生病时候的负面情绪 说简单一点呢 你就是要让她开心起来 让她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好像生活会变得有趣 具体怎么做的 比如说你可以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 或者是说陪女生玩小游戏 甚至可以分享搞笑的视频给女生 我们要做的呀 就是让女生情绪上开心 而不是像个医生 像她的废母一样去嘱咐她 像男朋友一样去照顾她 那是你们在一起之后你才应该做的事儿 所以让对方开心 增加彼此的互动联系感才是最好的方式 第三点模仿刺猬取暖 什么意思呢 刺猬需要取暖的时候呢 彼此靠得太近会受伤 离得太远呢 又会失去温度 那追女生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既不能追得太紧 也不能够追得太松了 你必须学会把握度 为什么很多男生追女生 他追着追着就会变成舔狗 并不是他们是天生的舔狗啊 而是最初追女生的时候 你是一定得主动一下的 你不主动 女生不给你机会 因为你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路人 但是为什么很多男生 他一不小心就成舔狗了呢 是因为你主动过了 你舔得毫无底线 你对他一直都是那么好 他就习惯了呀 他就感觉不到你那么好 甚至会觉得 你就是这种性格 你就应该这么做 比如说上面的主动找女生聊天 第一次你发起了话题 你是要看女生的反应 来决定你接下来的行动 女生反应很好 很喜欢跟你聊天 那你下次继续主动找他 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女生毁你的事 恩恩敷衍你的聊天 那你一定不要再主动一次还好 如果两次三次都是这样啊 那么你就一定不能再主动了 否则就会变成了舔狗行为 保持友好 而且淡定的态度 保持一种若有若无的姿态 你们之间的关系才算平等 你才有机会追到 第四个 有条件的付出 追女生的时候啊 兄弟们一定要告诉自己 这个女生她不是你的老婆 她不是你的女朋友 所以啊 她不能平白无故的享受你的付出 你们彼此都有付出 这种关系呢 才是平等的 失衡一点 吃亏一点 没关系 但一旦你吃的亏多了 就会变成工具人 比如女生说 晚上睡不着了 陪我聊聊天呗 很多男生 他求之不得的态度去陪聊 我知道 你是乐在其中 但是有没有想过 时间一旦长了 他想找你聊天 他就找你聊天 他不想找你聊天 他就敷衍你 就会让人特别难受 情商比较高的男生 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提出一个小要求 陪你聊天可以 但是你明天早上打电话 叫我起床 我担心上班会迟到 这种小事 女生当然不会拒绝了 而他们之间的联系 却会因为这种小事情 越来越密切 因为女生可能 还没有为哪个男生 做过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男生 在他的心里 慢慢地去变成一个特殊的人 很多兄弟 他不敢跟女生索取 也不敢提条件 其实啊 完全没必要 这种小事多了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才会越占越多 女生呢 也会对你越来越投入 投入多了 自然就会喜欢上你 这四件事情 你要是能看懂 能做到 就一定不会成为 女生的舔狗 那看到这里啊 有的兄弟可能会问了 可是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了 能用的方法都用尽了 女生还是对我不冷不热的 我应该怎么办呢 大兄弟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来找我聊聊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相亲了 和方便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微信 CXX1388 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新视频的集围 也获得最新联系放收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